我们要来恭喜的是母羊座 诞生很久的 赶快去上交友软体 说不定你可以在鬼月 不是遇到鬼 是会遇到还不错的另外一半 如果说你想要买房子的话 你见鬼就发 什么叫见鬼 就是见鬼道 所以你可以去捷运高铁附近 去看房子 妻女座 摩羯座 狮子座 所以这三个星座 老师也建议你们可以随身佩戴 他就可以帮你画几不好的煞气 那我们就是来看一下 鬼月的星座运是 我们先来揭晓 后面三名是要小心的 那第三名就是处女座 因为处女座的朋友 因为你们的生日比较接近 在鬼月出生 所以你们有的时候吃产比较硬 要特别的留意 因为水星刚好逆行 在处女座 而且冲击到本命宫 所以比较会跌倒摔倒 或者是说会有这种交通事故 交通意外 然后甚至于就是晚上 你会神经兮兮 感觉说很像有不干净的东西 在你旁边 或者是说你晚上起来 然后就会听到一些 莫名其妙的声响 那你就会怀疑是不是有东西 然后就会有点神经质 尤其是你的情绪 比较容易波动比较大 那第二名要小心的 就是摩羯座 因为摩羯座的人 这一次的水星逆行 刚好会冲击到你事业工 因为鬼月刚好 适逢水念又进来 所以你在工作事业上面 也比较容易比较不好 然后如果说 你的主管上司再不高兴 那你就是不要再多化 还有就是在金钱方面 就是投资理财 就是要小心谨慎 不要再做太大的投资 要不然你的投资事业 也比较容易会 钱会不见 或者是你道天图说去投资 也比较容易 在鬼月的时候会赔钱 那第一名要小心就是狮子座 因为狮子座 就是在鬼月出生的 鬼月的时候你会特别容易 做什么事情都会特别不顺 如果说你工作的地方是有业务 或者是业绩压力的人 你的业绩也会比较下滑 或者是说外出旅行的时候 要小心就是容易确诊 或者是说有些传染疾病 或者是感冒 所以说你的同事 如果已经是感冒中的人 你要赶快远离 那也要小心就是 如果说你的子女 就是如果你是狮子座 有生小孩的人 小孩子容易惹你生气 或者是会吐槽你 那你就会跟小孩子 就会不高兴 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 也比较容易在鬼月的时候惹你生气 所以你一定要忍住 所以这三个星座 老师也建议你们 可以随身佩戴红线 一条就好了 它就可以帮你化几不好的煞气 那我们来看有三个星座 运势非常好 在鬼月反而蒸蒸日上 就是可以把这些鬼怪 妖魔都会剔除掉 第三名最好的 就是双子座 因为双子座的人 你们在鬼月的时候 反而运势蒸蒸日上 如果说你从事的工作 是有业绩 或者是说要去接待客人的 你会遇到恩客 我会给你买很多东西 再加上双子座 这是在鬼月里面 都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就是整个行星的角度运转 都是好的 所以如果说想要旅游的人 你可以在旅游之中 看到很多你想要去做的 或者是可以发现商机 第二名恭喜金牛座 金牛座的人在鬼月的时候 如果说你想要去买屋 购屋 就是大家都不敢在鬼月看你 你反而去看 就会看到便宜你的屋子 如果说你有想要投资理财 可以赶快去问一下 你身边的朋友 他们告诉你的标的屋 你都可以做 然后在鬼月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波 股市波动比较大 你可以趁这个波动的时候 下去买 说不定你会赚大钱 第一名我们要来恭喜的是牡羊座 因为牡羊座在鬼月的时候 你的运势房是翻转好的 你可能会明显感觉到 说鬼月前的运势有下滑 但是在鬼月的时候就往上升 尤其会旺在你的感情运 如果说你是已经诞生很久的 赶快去上交流软体 说不定你可以在鬼月 不是遇到鬼 是会遇到还不错的另外一半 如果说你想要买房子的话 你见鬼就发 什么叫见鬼 就是建轨道 所以你可以去捷运高铁附近去看房子 有轨道 你就会买到好的房子 如果说你想要做投资理财的人 只要你上一些财经网站 就会看到还不错的商机 就是有人会报导一些比较好的 那你也可以留意军工股 因为可能两岸的问题 还有就是属于AI 接下来八月AI可能会跌很凶 所以你可以在趁点的时候 赶快进去看 还有虚拟货币 都可以帮助你在产业上面 更好 工作上的话 你可以在鬼月跟你的主管上市暗示 所以想要升官加薪 所以你在鬼月 主管上市就会帮你 就是争取 让你有升官加薪的机会 所以这三个星座是要恭喜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